我是Gavin Crombie 我们在秦鲁 我们在世界上工作 在制作的电视媒体上 成都优厚的营商卧土 变利了成都的进出口贸易 也吸引着更多外国人来成都创办公司 在位于成都高新区的一间办公室里 今年64岁的新西兰人盖文 每天都会拨打数十通越洋电话 和视频连线 25年前 当盖文作为一名英语老师 第一次来到成都的时候 也许从未料到自己会在成都 拥有一家业务遍布全球的 数字媒体创意公司 因为在社会上的资源 盖文的公司主要致力于 利用3D、VR等前沿技术 为建筑、室内设计等领域 制作创意十足的效果图 或效果视频 我们的客户会在至少40国家里 Bahrain, Abu Dhabi, Dubai, Saudi Arabia, Egypt, Turkey, Spain, France, Germany, Denmark, England, Ireland I mean anywhere. The government has always helped us on so many different levels they've always been supportive they've been supportive from a financial basis they've been supportive from access to resources the government here has been very very supportive of companies 成都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和良好的投资环境 让这位在成都创业、营商长达20年的新西兰人收获了事业和财富 如今他屡屡将成都推荐给自己在国外的朋友邀请他们也来成都投资 这一天一位新西兰投资人就来到了成都 这名新西兰人叫布雷特 在新西兰拥有一家曾经孵化出了两家独角兽企业的创业孵化公司 在盖文的推荐下 布雷特打算与盖文一起在成都创办一家创业孵化公司 这是布雷特第四次来到成都 这一次他不仅想进一步了解成都创新性企业的营商环境 还要实地考察新公司未来的办公场地 在成都最具代表性的创新创业聚集地之一 金融会 盖文已经租下了一整层面积超千平方米的办公场所 金融会不仅有世界级的创新创业基础设施 每年园区内的企业还能获得由成都给予的三万到五百万元不等的运营支持补贴 如今盖文已经把成都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而他的儿子也来到成都成为了父亲身边的得力助手 对于在成都的工作和生活 他们认为没有期限 我一开始住在这里 我认为这是一部分的旅程 我感觉到这里在家 所以我没有任何理由来回来 水深则愉悦 城墙则古星 成都日趋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将为企业提供滋养的土壤 成都将树立全球视野和国际眼光 用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竞争力 提升成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排序 以市场化 法治化和便利化的国际竞争新优势 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 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企业 从成都走向全球 在成都和世界做生意